加州全保新年的投保將從今年的10月份開始 一直到2019年1月15日截止 當局呼籲需要更新投保的民眾要抓緊時間辦理 今年加州全保開放投保期是從2018年10月15日到2019年1月15日 錯過這段時間 民眾無法因為突然生病而加買保險 加州全保也稱為奧巴馬醫保 要求年齡在65歲以下的居民都要購買醫保 否則交稅會被罰款 2017年國會眾議院通過新的健保法案 從2019年起 如果不購買加州全保的居民將不會再被罰款 在7月份加州全保釋出的一份數據顯示 2019年 各種醫療保險計劃的保費會平均再上漲8.7% 這是否會造成購買保險人數下降 有分析人士指出 未來走勢是未知數 但確實有民眾不願意再申請補助或者購買保險了 如果需要購買加州全保的民眾 可以去加州全保網站申請 社區內被授權的醫療或服務中心也能夠提供多餘種的協助申請服務 新潭記者金亞蘭綜合報導